Hello,大家好,这里说一下呢,知足常乐这件事情。 很多人都说,嗯,我知道知足常乐,但是这不现实,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现实。 这当然是,嗯,你如果是这么说的话,你说的是对的,对于现在的你来说确实是不现实,为什么? 因为你依赖的东西太多了,你依赖的东西多,你需要的东西就多,那么让你放下,让你知足常乐,那是不现实的。 所以我是怎么做的呢? 我原来依赖的东西也非常多,但我放下很多了。 嗯,首先我现在不吃肉了,所以我对肉食的依赖就没有。 那么,在饮食上面的花费和对于饮食的需求就变少了,依赖就少了。 那么在饮食上面,我可以知足,而且我可以常乐了。 所以现在你给我白菜,胡萝卜和土豆,我很开心,因为我就吃这些,你给我别的,我反而会烦恼。 而且我也不喝饮料,我连牛奶也不喝,鸡蛋也不吃,所以我少了很多烦恼。 这些事情,你就,你养青菜也不贵,因为吃的不贵,你只要想你怎么样还不挣到了一箱胡萝卜的钱,一仓胡萝卜的钱,对不对? 所以,在饮食上的花费就非常少,你生活上的压力就少很多。 所以在这方面完全可以知足,而且是常乐。 那么,还有呢,第二点,在日常生活当中,作息上面。 其实睡觉呢,你就是三尺宽嘛,对不对? 一个小房子能容身,然后有一个休息的地方,然后呢,嗯,也不用很大, 因为十几二十平米就完全可以了。 这样的,你如果这样的话,那么你连房子的费用都省很多, 那你更可以知足了。 而且,说实话,小房子聚气,人是应该睡在小房间里的。 那你这样的话,对你本身也好,是不是又常乐了? 都会偷偷地笑出来,对不对? 那么,还有一点呢, 嗯,就是, 你会担心身体健康,你会担心养老,你会担心未来。 你担心很多这些,可有可无的事情, 那么,我是怎么解决的呢? 你心里想着真善美, 你绝对不会生病, 就算是生病, 也绝对不会, 就要你怎么样了, 绝对不是什么大事儿, 小事儿一桩。 而且,你心里装着真善美, 你才有真正的快乐。 你真正的快乐的话, 身体会越来越好。 对吧? 所以说呢, 连身体健康也不用担心了。 那么, 对于未来, 你想想, 如果你也不担忧住的地方, 也不担忧吃的, 你还会担忧自己挣多少吗? 你还会担忧自己的未来吗? 就不会呀, 随遇而安了呀。 不管是什么工作给我做, 不管是未来什么路给我, 我本身花费不多, 所以我的压力就很小。 然后, 外事万物随远, 你的依赖性降低了, 你自然过得快乐了。 所以你, 你看这样下来, 我现在, 我现在生活的状态就是, 我是离苦得乐的。 我没有苦, 我现在生活只有甜。 当然我还没有断烦恼, 但是烦恼, 可能是我小心眼造成的, 就是心量不够大, 引起了很多烦恼。 但是, 那绝对不是苦。 所以我现在生活的一点也不苦。 反而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。 因为我对于外物的依赖, 比原来少了, 应该就只有原来的10%了。 所以你看, 其实说来, 完全做得到。 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状态, 但是你看, 就比如说我吧, 一个年轻的女孩, 本来应该是非常活跃, 然后, 或者说是, 我不得不说,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女生, 其实, 也可能是父母的宠溺, 他们有很多的就是, 包括我原来也是会想要很多, 或者说是, 一些不该有, 或者是, 不是很好的欲望, 他们都有。 但是, 就算是这样, 这样年, 这样, 就是安定不下来的年纪, 我现在依然, 渐渐安定下来, 所以我相信你也可以做到。 我们就是要尽自己的努力, 切断自己对外物的依赖, 活得自在。 加油!